大家好,这里是律政悟空i4u 今天是2018年12月9号 在这个视频里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所了解的 孟晚舟被抓捕的细节 和她的护照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在12月7号 孟晚舟的保释亭上 他的律师说他有两本有效护照 一本是大陆签发的 一本是香港签发的 可是如果我们看一下 加拿大的一个主流媒体CBC 在12月6号的一个报道 那里面就很明确的说 据美国方面所掌握的资料 孟晚舟至少有七本护照 而这个护照它不可能是说那种 比方说是已经作废的 已旧换新的作废的护照 是不可能包括进去的 另外我也注意到 在文学城的一个评论文章的后面 有一个评论 我感觉它是有内幕信息的 因为它说 孟晚舟有三本香港的护照 都是KG打投的 说孟晚舟使用的是第二本 就是KG0403打投的这个护照入境的 而并非是最新签发的第三本护照 就是KG0479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在同一个护照 因为你这个护照可能有什么 外交护照 或者是大陆的 或者香港的 有各种不同的护照 这都有可能 但是你在同一个护照 同一个系列里面 系列护照里面 一般一个人只能对应有一个护照 如果照她所说 孟晚舟在KG系列里面 拥有两本护照 而她仍然能用前面 就是早 就是并不是最新的 同一个护照系列里面 并不是最新的那本护照入境的话 这个显然不是一个常态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对吧 这是一种非常态的神通广大 那么关于这个 为什么我采信这个评论呢 因为在加拿大的另外一个主流媒体 CTV 她的报道 7号的报道下面是 披露了一些官方的文件 那我看了一下这个官方的文件 它这里面就有孟晚舟被捕的一些详细的内容 她说孟晚舟呢 美国方面当时按照美国方面所了解的信息 她认为是孟晚舟是中国公民 然后呢 她是在12月1号乘坐国泰838航班 是估计说 in transit to a third country believed to be Mexico 所以认为是 可能是要去第三个国家墨西哥 然后呢 她到达加拿大温哥华的机场的时间 会是12月1号的上午11点半 说她持有的护照呢 是香港护照 KG 0403962 所以我是看了这个信息 才觉得这个评论的可信度很高 也就是说 果然 孟晚舟就是拿着这第二本护照入境的 而她还有 在这个系列里面的更新的一本护照 所以一般人怎么可能有 两本 对吧 两本同一个系列的护照 而且最关键的 她这个的说法 等于是坐实了孟晚舟的律师 在法庭上没有说实话 这个如果孟晚舟的律师的信息 又是来自于孟晚舟的话 那这个就是属于perjury 就是当庭向法庭撒谎 这个性质就严重了 另外我们从这个 CTV披露的这个官方文件呢 它的主体是皇家骑警 一个皇家骑警就是负责执行这个抓捕任务的 因为她整个这个抓捕是遵照 加拿大和美国两国之间的引渡协议来 去执行的 而这个在一开始 她肯定是要进入一个行政的流程 所以美国方面呢 是11月29号 霍西 孟晚舟是要旅行过境温哥华的 所以呢她在11月30号 就是第二天就向加拿大方面提出的这个请求 她抓捕的这个请求是10月30号 那么加拿大方面要做什么呢 她要由司法部签发一个临时抓捕令 而这个临时抓捕令呢 在当天11月30号就已经签发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皇家奇景她做的这个阿非大卫 就是一个书面陈述里面 她有讲为什么她要 觉得要执行对孟晚舟的抓捕 除了孟晚舟她是美国在8月 去年的 就是今年的8月22号 就已经对孟晚舟呢 下发了一个抓捕令之外呢 她这个皇家奇景她也解释了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她说孟晚舟她是在美国是被指控犯有严重的欺诈罪 这个欺诈罪涉及的金额上百万 如果一旦成立的话是有可能要就是 就是坐牢的 另外呢说孟晚舟她是作为华为的CFO 而且呢她也是华为的就是董事长的就是女儿 说这样看来她是有很雄厚的资源 可以帮助她逃离就是逃逸这个司法管辖去的 另外说华为的高管 自从在获悉美国方面对华为在2017年的4月提起了展开了刑事调查之后呢 华为的高管就开始旅行就是逃就是规避美国这个这个地区 另外说到孟晚舟本人呢 说她以前在2014 2015 2016年都有很多次去美国的旅行 可是自从2017年3月就恰好是华为了解到美国的展开的那个刑事调查之后呢 她就再也没有去了 而且呢她说孟晚舟她并不是一个常规性的 就是真正常住加拿大的一个居民 所以她并没有跟加拿大有很紧密的联系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种逃逸的推断了 所以呢最后她说是出于一种公共利益的 就public interest的考虑呢 对孟晚舟实施的抓捕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她后面还有一些更详细的信息 她这个里面呢就讲到了 首先呢是在这个fact里面 她有讲就是说除了有一些文件显示 是美国已经抓包孟晚舟她是有欺诈的一些证据 她还是有什么呢 有formal employee of skycom have stayed 所以她是有人证的 也就是这个涉案的一个重要的公司 就是那个skycom那个公司呢 她是有至少不低于两个前雇员 她们是有做了一些对美国的这个指控 有利的证词的 就是说华为实际上是skycom skycom呢就是华为 这个没有区别 另外呢她是说从skycom这个公司 她的银行的账户实际上是被华为的雇员所管控 这个事实呢也证明skycom 她并不是像孟晚舟所说的 是跟华为是完全隔离的 还有呢她是说 就是他们那些skycom的那些人呢 他们实际上都是 都是就是说是就是skycom的所有的那些高级的管理人员 他们实际上通通都是华为的员工 另外呢也就是skycom的他们的一些官方的文件呢 都有华为的一些logo 再有呢她说一些skycom的通讯的往来呢 都使用的是就是华为的邮箱邮件系统 所以呢再有一个更重要的 就是在星期五的法庭上 孟晚舟的律师她举证过 她说skycom呢实际上在2009年就被卖掉了 后来就作为一个独立的合同商 但是她这里面就讲到说skycom所谓2009年的卖掉 实际上她的买家就是那个purchaser呢 是一个受华为控制的买家 这个从2009年到2014年 这个所谓买下skycom的那个买家 她都一直都是被华为控制的 但可能2014年以后就不是了 所以也就是说除了那天法庭那些有些文件证券 我们可以看到她有人证 她有银行的就账户的控制的证明 她有就是像什么logo文件的一些logo啊 还有一些那个就是email啊来证明 她还有就是关于就是法庭上 反方也就是孟晚舟那一方的律师 她的反驳的那个律证显然已经也是有了 美方美国方面也有了就是就是继续rebatte的这个证据也是有的 所以这个呢是恐怕 the country subject to US and EU 他们是试图把就是钱呢 从受美国和欧洲 也就是要遵守对伊朗实行禁令的那些国家跟地区管控的 他要从那些国家呢要转移出去 为了转移出去呢 他们撒了很多黄 而且撒了很多黄里面就导致什么呀 是说他说的是就是victim institution victim banking institution 所以就说他说的是孟晚舟和华为的一些高管 他们呢是用一种欺骗性的说法 就反复的欺骗性的说法 诱骗一些银行就是金融机构相信 结果他们就这些金融机构就成了受害者 所以就是他们这里面就是有 不光是他自己违规 所以他还他的那种又就是不诚实的做法 导致了其他的一些金融机构成为受害者 这个金融机构显然不是一个 如果我们看一下 他是说这些那个victim institution 他用的是辅述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恐怕是 也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other victim institution 看到了吗 所以他这个是辅述 也就是说不光是他本人违规 他还导致了一些金融机构成为受害者 因为他们的一种欺骗的做法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关键的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2013年 孟晚舟呢 她是跟一些美国的银行机构的 就是风险委员会 是有一个会议 而且孟晚舟在召开那个会议的时候 她还很郑重 她说为了确保就是一些用词准确 她还专门用了一个就是 English interpreter 看到没有 她就说在那个meeting的时候 她还用了一个专门的英文翻译 来确保她所用的文字是准确的 而且还有个配合的一个powerpoint 但是那个powerpoint是用中文的 然后之后呢 那个金融机构方面呢 就要求孟晚舟 把这个powerpoint的文件 做成英语的给他们 然后呢 孟晚舟呢 就是在2013年的9月3号 就给他们英文版本 所以这样的话 应该是有不但有 孟晚舟就是 而后面从那个英文版的powerpoint 是发现了大量的 我们可以看到她说的是 Numerous and true or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 regarding Huawei's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Skycom 她说是有多个不实的 或者是误导性的一些陈述 就是有关华为跟那个 Skycom的关系陈述 所以这样看来就是美方 她有第二就是9月3号拿到的 那个powerpoint的英文版 她也有可能之前会议的 就是口头的孟晚舟的口头陈述 所以她这等于是 美方的这个证据 是双料坐实 就是口述证据和笔头证据 是双料坐实的 所以这个想推翻恐怕 没有那么容易 而且她说 她直接引述的这个话 就是孟晚舟曾经说过 华为operates in Iran in strict compliance with applicable laws, regulations and sanctions of UN, US and EU 她是说孟晚舟是亲口说 注意她这个是用引号 也就是孟晚舟本人 她是说过这个话 她说 华为在伊朗是严格遵守了 所试用的 就是有关联合国 美国和欧盟 适用的所有的 就是法律法规和一些制裁的合约 她都是有遵守 严格遵守的 所以有了这句话 如果再找出了反驳 她自己说的这句话的一些证据的话 这就是一个相当于 就是一个实锤了 就是相当的实锤了 所以现在看来 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在今天 我注意到 就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外交部 因为实际上 加拿大方面 好像已经是对中方 就是告诉中国方面 说加拿大会确保 整个司法程序 是在独立的状态下 不受任何政治干扰的情况下去完成 结果呢 中国方面还是加码 说什么什么 那个召见加拿大驻中国的大使 然后说什么 说的用词是非常的 就是用词是好像说是 都是非常严厉的一些词 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个新闻 不是这个新闻 是另外一个 反正就是用词非常的严厉 那我觉得的话 这个话 我觉得是不好的一个迹象 这个我感觉 它会不会有可能 反而是星期一的这个停讯 因为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案 是我推荐的那个三 就是三营的一个方案 就是大家可以看我这些 但是现在看来 我觉得似乎是不是暗示着 可能弄不好的话 反而会就是有点 就是有点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再来一个我们还是回来 就是我请大家继续关注 我的一个推文 就是关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李倩法官 他把他的和配合了一些 一些就是律师违法 作乱的事情 这个呢 请大家关注我 那个推文 或者是2018年12月3号 皇上的宠儿主席连任修宪的 摇旗纳喊者田彦刚律师 这是有关国内的体制的 司法的暗黑丑闻 好 谢谢大家 拜拜